自上年2月2日,日和牧師完結遊輪旅程回港之後, 沙拉間整個世界都變得不一樣。 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累積超過2.05億人, 死亡人數超過434萬人。 沒錯,踏入今年8月, 全球新冠肺炎死亡人數, 竟已超過434萬人。 然而,當我們回顧三個月前, 即是今年5月,日和牧師早以前沾性地提醒弟兄姊妹, 密切留意這種率先出現在印度的Delta變種病毒, 相比其他變種病毒將會更具破壞力, 為世界帶來極深遠的影響。 當時,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經嚴禍接近一年半, 全球確診人數剛剛突破1.6億人, 死亡病例達334萬人。 但隨著日和牧師因應Delta變種病毒而作出警告之後, 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 立即再增加多了100萬人, 累計超過434萬人。 在短短三個月裡面, 死亡人數已經增長了30%。 而且,Delta變種病毒迅速擴散至全球超過135個國家, 很多國家經已淪陷, 確診病例再度激增, 完全應驗三個月之前, 日和牧師幸全世界頒布的警告。 除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外, 踏入今年7月, 大自然的災害更達到前所未見的程度, 繼德國出現八年一遇的洪災之後, 中國河南省更發生了五千年一遇的大暴雨。 甚至,跟其近頻繁, 出現很多令人無骨悚然的動物反常 和驚人繁殖等不尋常現象, 祈福道令人膽戰心驚。 愛心提示, 接下來的分享中, 部分災難畫面說會令觀眾不安, 敬請留意。 至今年5月底, 澳洲東部開始爆發鼠患, 一千上萬的老鼠入侵田野, 農場、民居、醫院、酒店和糧倉等, 甚至出現天降老鼠雨, 場面相當嚇人。 事源, 上年澳洲降雨充足, 農作物豐收, 穀物堆滿糧倉, 乾草也足夠兩年使用, 在一切似乎步入正軌的時候, 一個龐大的修成, 竟成為了老鼠滋生的溫藏。 目前, 南部維多利亞州至北部昆士蘭州 均受鼠患影響, 數以千萬老鼠湧入農場和文宅。 網上有不少居民分享拍攝到的鼠群影片。 在農夫清理谷倉設備的時候, 發現圓圓不絕的老鼠從天而降, 又娛樂下老鼠雨, 場面相當恐怖。 部分老鼠降落地面的時候, 仍能急速逃生, 可見其生命力之強。 原意, 這不是一部恐怖片, 而是澳洲東南部居民的現狀。 每晚均有大量老鼠, 以爪敲擊居民的房糧, 書架, 甚至床頭。 整千上萬的老鼠, 於黑暗中在民居亂鼠, 居民每次在床上翻轉身, 都能夠感覺到無湧湧的生物。 聽到不斷的吱吱叫聲, 加具備肯食的聲音。 空氣中, 更尼曼豬腐爛腥味, 混雜糞便和尿液, 令人作噁的刺鼻氣味。 放完幾十里所有農場都是這樣, 居民無處可逃, 只能硬著頭皮地勉強入睡。 但熟睡中, 又會感覺到無湧湧的東西 爬過自己的頸, 有沾細的爪子觸碰自己的皮膚, 甚至肯食自己的身體。 沒錯, 這是真人真事。 有一位農夫被老鼠驚醒之後, 竟然發現老鼠正在肯食他的眼球。 隨後, 他被送往醫院舊次。 無數受害者表示, 你能感覺到有什麼東西, 從你的耳後爬到你的面額, 無湧湧、狠養。 在老鼠肆虐下, 從奧大利亞布利斯班到墨爾本各地的居民, 都猶如活在地獄一樣。 目前澳洲出現四十年來最嚴重, 達數以十億計的鼠環。 當地專家歸咎於澳洲上年降雨充足, 農作物豐收及農莊積存大量食物而導致。 然而, 2021年8月13日, 任何牧師教導這段精華短片的時候, 亦就此現象, 與在場資料源及次因作出分析。 以下, 是至2021年8月13日, 任何牧師現場的錄音分行。 這個理論是錯的, 他說多食物就會這樣, 多雨水不會的, 是它的DNA改造, 一定是。 你想想, 多食物沒理由的, 你之前少, 現在影響, 當現在多而已。 怎麼可能因為雨水多, 就會有這樣的老鼠? 如果這樣, 只是這個地方, 以前都一定是很多事。 能夠上片給人看, 歷史上就一定沒有了, 要不然我們一定在舊片看過, 但現在全新的, 所以他們其實應該是類似這種動物, 所以難怪最後, 第四馬的時候, 會有這麼多動物, 會咬人, 是呀, 就應該是DNA改造, 一些類似老鼠這些, 例如蚊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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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 他突然說下雨也好 所以這些專家亂說 完全是地詞改變了 DNA改變了 就是解了所有東西 而導致一定是 事實上澳洲居民非常清楚 老鼠根本捉不完 刺繩老鼠在出生的六個星期之後 已經完成發育 可以開始繁殖 每三星期 就可以生下一胎五至十隻的小老鼠 部分每天已經可以再次受人 所以只要存在兩隻老鼠 在三個月內 牠們已經能輕易彈下四百隻老鼠 以從澳洲鼠環 正以這種速度繁顯 單單兩隻老鼠 再加上其繁殖的後代 就可以在一年內繁殖出 多達一萬隻老鼠 而這一萬隻老鼠 於幾個月後 會再變成數以十萬計的老鼠大軍 逐步侵佔整個澳洲 有專家估計 按現時鼠環的數量 及澳洲人口比較 截至這一刻 平均每一個澳洲人口 都相當於自己擁有一百隻老鼠 沒錯 大家可以試想 如果你在澳洲生活的話 接下來 每個人都需要與至少一百隻 甚至持續增長的老鼠一同生活下去 因此 在鼠患成災的澳洲居民心中 唯一的好老鼠 就只有死老鼠 當日和牧師較對至此 亦作出了進一步的分析 以下 是自錄2021年8月13日 日和牧師現場的錄音分享 還有 因為老鼠吃甚麼都可以 吃木、樹葉、樹皮 吃麥包袋 甚麼都可以 所以牠一定只會抗染全個國家 大途殺沒用 老鼠很難殺 很多藥物殺到牠的話 都殺到人 很害怕 待會牠吃了甚麼毒藥 掉在你的湯裡 煮完再喝完 所以殺老鼠是最麻煩的 所以很多時候用老鼠膠 老鼠藥都很小心 但問題是牠最害怕現在這麼多 這麼小隻一定會跳下你一鍋 飯 你吃中一次就自己都下班 所以現在牠這一種應該做 很快會全國都會 因為牠很容易擴散 牠到處走 所以一會兒 或者不用一年 應該全國之環 事實上7月24日 當地專家觀察發現 目前澳洲這一場 40年來最嚴重 多達10億隻老鼠的可怕災難 將會繼續擴散 有大批老鼠正向當地最大的城市 適離盡棍 預計8月就能夠抵達適離 在當地安營 另外 有居民指出 由於老鼠太多 自己養的貓已經厭倦捉老鼠 乾脆任由牠們到處走 此外 亦有大量老鼠入侵醫院 有病人投訴被咬傷 不少酒店亦因為鼠患問題 被迫暫停營業 可怕災難 可怕災難 You go to your kitchen and there are mice everywhere Sounds like a horror movie or a nightmare? Welcome to Australia Here it's a reality There is mouse plague down under And it looks something like this Disgusted already? Watch this It's raining mice, quite literally They are inside houses, on the walls, on the roofs, inside containers They are everywhere, dead and alive How do you sleep in a situation like this? You don't, says Australian farmer Cody Brady As early as March, photos like these made their way to the headlines A local farmer said, at night, the ground is moving With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mice just running around That was just a warm-up for a cross-country race Two months on, the mice army has breached borders It has infested an area stretching over a thousand kilometers From Adelaide to Brisbane, via Melbourne and Sydney The mice are chewing crops, electrical wires, machines Even biting patients in hospitals 市面上售賣的老鼠藥,捕鼠工具完全受惊 商店紛紛貼出告示 表示不知道何時才能夠再補貨 據稱,肯立梅震一位農場主人 利用簡單的洗潔精 只行布置老鼠陷阱 一夜之間,已殺死七千隻老鼠 他表示,我想盡辦法游捕這些老鼠 每天幾乎要清理數千隻老鼠的屍體 然後,我再重新放置新的遊賴 投資新的陷阱 這種生活已持續了好幾個月 沒錯,這樣的生活 在澳洲當地的農場已持續了好幾個月 當油和牧師教對到這裡 按照澳洲的鼠患及大量老鼠死亡的事件 再作出進一步的警告 接下來,澳洲將會隨著鼠患 爆發一種由老鼠而起的疫症 以下是節錄2021年8月13日 日和牧師的現場錄音分享 接著是疫症 因為很多老鼠死了 始終就算不是餓死,牠會老死 牠死了之後,以前有一族隻青素 現在變有,就會鼠疫之類出來 因為由老鼠死而能夠感染到老鼠的 人感染就很大事了 因為由老鼠而產生出來的疫症 會在老鼠身上再經過很多轉的變異之後 然後能夠感染到老鼠的 人就收工了 人就頂不了 因為老鼠是心力極強 好 tecnología 好 吃到包裝、包裝、放物品、合物髮、平衡、物品、物品、秽方、更多 現在他們會變成暖 room 在歸 Norman Morris has had his grain stocks depleted. He puts the figure at around US$100,000 in losses, and over 2,000 sheep have died. His farm,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is one of many that has seen a plague last for several months. The state offered farmers free bait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but the size of the outbreak has led to more calls on the government to step up and allow the use of a toxic poison currently banned in the country. Despite laying bait around paddocks and traps around the house, the mice just keep coming,and it is taking a toll on his family too. It's just hard,after the drought that's the biggest trouble. We've been on our knees,we've got up a bit, now we're back on our knees with the mice. Mice believed to have arrived in Australia along with the first European settlers are well suited to the country's often harsh climate. They can survive long periods of dry weather and thrive as food and water becomes available. 不但如此,目前澳洲的鼠患不但嚴重影響本土農作物, 就連當地捕捕的魚,土裏面亦有老鼠殘骸. 當地人擔心鼠疫傳播,導致大量海魚沒有人敢吃, 令澳洲兩大經濟之處,包括農業和漁業都深受其害. 此外,新南威爾士州納布賴一座房子, 因為老鼠咬破電纜而起火,而這種事故, 在當地更是經常發生。 6月22日,由於老鼠橫行,澳洲一座監獄被迫疏散 400多名囚犯,負責監管監獄的官員稱, 他們必須確保囚犯的健康和安全。 根據《華盛頓時報》報導,澳洲當地有很多農場主人, 為了減輕損失,乾脆一把火燒掉所有農作物。 8月12日,有人質疑,目前澳洲鼠患嚴重, 為何當地政府沒有參考美國芝加哥的做法, 投放一千隻野貓來捉老鼠呢? 原來,貓並非只會吃老鼠, 牠們亦會吃兔子、蟲鼠和各種鳥類等。 而且,牠們往往以玩弄獵物為樂, 即使吃飽了,仍會繼續捕殺小動物, 目的不是為了吃,而是將捕殺視為遊戲。 因此,野貓雖然可以滅屬,卻極易造成生態失衡。 資料顯示,美國全境每年被貓捕食的鳥類約24億隻, 瘦類約123億隻。 科學家證實,野貓已經導致33種生物永久滅絕。 可見,用貓滅屬,足以形成另一場生態災難, 絕非一個明智的選擇。 為應對嚴重鼠患,澳洲副總理喬醫師表示, 已經取得五千公升,堪稱世上最強毒藥之一的 含臭本炳龍。 不過,有民眾憂慮,毒藥可能會會染土壤和農作物。 而且,澳洲有大量野生動物與人類共存。 使用毒藥可能會破壞當地的自然生態平衡。 如果再遇上鼠患,恐怕情況只會更加棘手。 沒錯,由於澳洲正面臨數量極龐大的鼠患, 因而考慮冒險以劇毒來殺滅老鼠。 但是,這種方法正如日華牧師所警告, 將會對人民的性命造成更大的威脅。 除了澳洲鼠患之外,世界各地正重演三千五百年前, 摩世出埃及時的蝗蟲之災。 繼上年東非爆發蝗蟲之災之後, 今年,世界各地又再出現大規模蝗災。 7月16日,俄羅斯克拉斯洛達爾邊疆區, 黃蟲成群結隊,鋪天蓋地而來, 當地居民試圖噴灑殺蟲劑滅蟲, 但無奈黃蟲數量巨大,收效甚微, 大量裝甲備毀。 這些黃蟲的品種是亞洲飛黃, 反織能力極強, 飛行距離多達三百至五百公里。 7月16日,由於美國西部遭遇反常乾燥和溫暖的天氣, 觸發了四十年來前所未有, 種帶的黃蟲之災。 熱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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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优优优独播剧场—— The Faculty for Livestock and Range at the Utah State University Extension says he's seen about 35 different ranches across the county, all dealing with only a fraction of the hay they'd normally produce. And then... We're just seeing these numbers of grasshoppers just taking out and decimating any of the plant life that is generating on our rangelands. Boxelder, just one of several counties facing this same problem, grasshoppers come and go in cycles, but they tend to reproduce in larger numbers when it's especially dry. We're looking at about 7.5 billion grasshoppers, so that gives you an idea. Larson expects to have less than 20% of the hay they'd normally produce. Residents in some southern Alberta communities are dealing with an invasion of grasshoppers. In the hardest hit areas, they've been seen and heard munching their way through nearly any plant that is green, leaving only stems behind. It's horrible. They are everywhere, every size, every colour, every species, it's just horrible. In West Lethbridge, residents have taken to applying pesticides on their gardens after having their vegetable plants destroyed, with nearby fields having numbers of roughly 100 insects per square metre. The culprit is the two-striped grasshopper, which can eat up to one-fifth of its body weight per day. It is one of the largest grasshoppers on the Canadian prairies and has a very broad diet. The grasshoppers typically exist in smaller numbers, but in order for populations to truly explode, specific weather conditions must occur that are favourable to the survival of successive generations. Both the large numbers of grasshoppers and the hot and dry weather in which they thrive makes it hard for residents to control the insects, but keeping your yard wet can help. And while grasshoppers typically make up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ood web, outbreaks of pests in excessive numbers could potentially increase into the future. 7月13日,地球大數據科學工程發表 2021年4月至6月,索馬里山漠蝗蟲災情進行動態. 研究結果顯示,2021年4月至6月期間,索馬里境內的沙漠蝗蟲 主要分布於北部地區,靜脈被危害的區域面積 較3月份新增60.63萬公頃,其中,農田佔0.07萬公頃, 草地佔3.14萬公頃,冠蟲佔57.42萬公頃。 預計到了7月至9月,受夏季降雨影響,索馬里的蟲 將會不斷成熟並迅速繁殖。 屆時,境內蟲的數量將會顯著地增多, 同時會向伊索比亞和也門等地曠散。 未來3個月,正值索馬里境內農作物重要的生長季和收穫季。 故此,仍需要持續關注索馬里的山漠蟲災情動態。 若果無法有效控制, 蟲災將會加重當地農木業造成的損失。 8月5日,數以十萬計蟲組成大軍, 蜂擁自東非對岸的中東國家也門。 8月12日,新一代非洲沙漠蟲抵達肯尼亞北部, 比2020年上一代蟲之災的數量更為龐大。 滿部空中,其數量已令人窒息。 上年的歷史性蟲災, 蟲群過境覆蓋面積可達2400萬平方公里, 一天之內就吃了8500萬人的糧食。 7月30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聯同世界糧食計劃署, 共同發布一份新報告,向人發出警告, 以索比亞和馬達加斯加均為全球最高境界的驚訛新熱點。 馬達加斯加南部爆發四十年未遇的旱災, 加上糧價上漲、沙塵布和蟲害侵食主糧, 非洲多個國家將會有4100萬人陷入饑荒的風險。 無二,上年2月2日, 入荒木斯圓結郵輪之旅回港之後, 往往超過一年多的時間裏面, 整個世界已經變得不一樣。 世界種種國際大事和災難, 正應驗2012信息的警告, 世界已已進入七年大災難的時代。 全世界大事把狀況化一項終很好。